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地球上造出一颗小太阳,那将意味着什么? 想象一下,无穷无尽的清洁能源源源源不断送上门,再也不用担心煤炭石油烧光,新能源车想充电就充电,冬天开暖气,也不用抠着算电费。 这听起来像科幻故事,但科学家们正努力让它成真,而这个小太阳,指的就是核聚变反应堆,一种模仿太阳发光发热原理的人造装置。 核聚变被誉为清洁能源的圣碑,只要驯服它,人类就有望实现终极能源自由。 今天,我们就以轻松有趣的方式,一起来聊聊核聚变,太阳是怎么发电的,人造太阳的研究进展如何,有哪些困难和突破,未来啥时候,咱也能用上这终极能源。 首先揭晓答案,太阳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发出光和热,是因为它的核心在进行核聚变反应。 简单来说,就是把两个氢元素的原子核融在一起,变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以太阳为例,它主要把氢聚变成氦。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小部分质量亏损了。 按照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E等于MC平方,这点消失的质量,转化为了惊人的能量。 每天晒在我们身上的阳光,就是太阳内部无数次氢变氦聚变释放的能量跑出来的结果。 太阳能这么干,是仗着自己个头大,有引力优势。 在太阳核心,温度高达上千万度,压力极其恐怖。 把氢元子挤得不断碰撞结合,像捏团子一样捏成氦,还放出了热量核光。 当然,这个过程一点也不温柔。 本质上,就是无数带正电的原子核在高速撞击中胜出电磁排斥,靠近后以合力结合在一起。 合力只有当原子核挨得非常近时才会显现。 但一旦结合,释放的能量比化学燃烧高出好几个数量级,所以核聚变反应非常给力。 科学家估算,一克氢通过聚变释放的能量,大约等于燃烧8吨石油。 而且聚变产物主要是惰性的氦气,没有温室气体,也没有高放射性核废料,是不是听起来很梦幻? 既然核聚变这么棒,人类当然早就对它垂涎三尺, 开始研究如何造一个小太阳来发电,这里就引出人造太阳的概念。 因为受控核聚变装置的原理跟太阳发光发热相似,所以形象地叫它人造太阳。 要实现核聚变,我们需要两样东西,燃料和火炉。 燃料方面,太阳用的是氢,我们地球人也不差,打算用氢的同位素刀和穿当燃料。 刀在海水里随便一提取就是一大把,穿在自然界很稀少,但可以用氯元素在反应堆里制造,所以原料还算充裕。 而这个火炉嘛,就复杂了,得造出类似太阳核心的极端环境,可太阳核心温度都几千万度呢。 咱们总不能真跑到太阳上去取火种吧,只能自己想办法创造条件,要在地球上点燃小太阳,难度有多大。 一句话,人类掌握了造星星的理论,却苦于无法拿捏星星的脾气。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类造出了氢弹,那是不受控的核聚变,一爆就是个大火球,可要像炉子一样稳定控制住核聚变, 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完全搞定,科学界甚至流传着一个段子,叫做核聚变发电永远还有三十年。 意思是说,每当有人问专家核聚变发电啥时候能实现,专家总是回答差不多再过三十年吧, 结果几十年过去了,再问回答仍然是三十年,听上去有点扎心,但也反映了核聚变研究之难,具体难在哪,就难在可控二字。 要点燃核聚变,需要极高温高压,让燃料变成炽热的等离子体。 然而地球上没有天然的容器,能直接盛住上亿度的火球,最耐热的金属几千度就融化了, 几亿度的等离子体碰一下容器壁,容器就馊得气化没了。 所以,科学家们绞尽脑汁,想出了隔空浴火的法子,用看不见摸不着的立场来束缚这团小太阳。 目前主要有两大路径,磁约束核聚变和惯性约束核聚变。 磁约束就是用超强磁场来当无形的容器,因为高温等离子体里的粒子都是带电的, 带电粒子在磁场中会沿着磁力线打转。 科学家据此发明了一种叫托卡马克的环形装置。 它长得有点像中空的甜甜圈,是一个环形真空枪,把刀合穿的气体送进去, 然后用电流和微波把气体加热成等离子体,同时启动强大的超导磁体。 在环形枪周围制造出磁场笼子,把等离子体紧紧锁在甜甜圈中间,不让它碰壁。 这样,就算等离子体温度上异度,只要不直接接触装置壁,就稍不穿炉子。 托卡马克这个名字来自俄语,意思大概是环形磁约束装置。 它在前苏联诞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引领核聚变研究的风潮。 此后,美欧中日等国纷纷建造各自的托卡马克装置。 大家你追我赶,希望率先实现长时间稳定的核聚变燃烧。 另一条路是惯性约束核聚变。 原理听起来很硬核,用超强的激光或粒子数,瞬间把燃料打爆。 具体做法是,制备一颗弯豆大小的小燃料球,里面装着刀川混合物, 然后从各个方向用上百数超强激光同时轰击它。 激光一瞬间把小球表面气化,产生的反冲力又把内部燃料极度压缩加热。 就在电光石火之间,燃料中心达到几亿度高温、高压,发生核聚变爆燃。 这个过程持续时间非常短,但靠燃料自身的惯性把反应维持了那么一瞬,所以叫惯性约束。 打个比方,这有点像在实验室里点亮一个微型氢弹, 但规模和能量都被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不会变成真的炸弹。 惯性约束方法,不需要长时间稳定约束等离子体,只要每次点火成功,获得能量就行。 缺点是,需要重复频繁地点火,才能形成持续发电能力,技术上也很有挑战。 无论磁约束还是惯性约束,终极目标都是在地球上引发受控的聚变火焰,并从中获取能量。 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同时满足超高温,足够的粒子密度,足够的约束时间这三个科克条件。 这三个条件合在一起,被称为核聚变的劳森准备。 简单讲,要聚变产生的能量多于耗进去的能量,温度要高,反应的粒子要够多,反应持续时间要够长,这可不是一般的科克。 过去几十年,各国的核聚变实验装置不断改进,在温度、密度、约束时间这三方面记录屡被刷新。 比如欧洲的JET联合环形反应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持续几秒钟的核聚变放电实验。 中国的全超导托卡马克、EST东方超环,在2021年底,更是创造了长达1056秒、接近18分钟的高温等离子体运行世界记录。 然而,这些耀眼成绩离真正用于发电仍有距离,它们或者只是很短暂地释放了一点聚变能量,或者只是维持了高温等离子体,却没有产生净能量输出。 要想真正发电,我们需要等离子体维持更长时间,并达到净能量增益,也就是输出大于输入。 这道关口,至今没人跨过去,但大家都在咬牙坚持攻关。 在核聚变领域,有一个名字你一定会听到,那就是ITR计划。 ITR的全称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它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核聚变科研工程, 被寄予厚望的要当人造太阳的关键一步。 ITR项目诞生于冷战末期的一次美苏首脑会晤。 1985年,美苏两国提议联合各国之力搞一个大型巨变实验, 以和平利用核能,之后欧洲、日本等也加入进来。 经过20年谈判,ITR最终选址在法国南部卡达拉社, 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共同出资建设。 ITR于2006年正式开工,目标是建成一个巨型托卡马克装置, 验证受控核聚变大规模释放能源在工程上和科学上的可行性。 ITR有多大呢? 简单描述一下,它高达十几层楼, 相当于一个小型体育馆大小的环形装置, 整体重量超过两万吨,里面会产生超过一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 为了驯服这团人造小太阳, ITR使用了当今最强大的超导磁体系统之一。 据说ITR中央的那只巨型磁体产生的磁场, 足以把一艘航空母舰悬空吊起来, 听起来像超人干的事。 但这正说明了控核聚变需要多么强的磁力笼子。 ITR建成后, 计划用50兆瓦的输入功率加热等离子体, 产生至少500兆瓦的巨变功率输出, 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火力发电厂的功率。 这将是人类首次在实验中实现这么高的巨变能量增益。 当然, ITR本身不会发电, 它更像是一个验证平台, 如果能在里面成功获得稳定的高功率巨变反应, 那就证明巨变发电在技术上可行了。 如此大手笔的工程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ITR的建设过程中, 经历了资金超支、 工期拖延和技术公关难题。 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项目, 很多部件要从零设计制造, 比如巨大的真空室、 超导磁线圈、 耐高热中子的内壁材料等等, 都充满挑战。 各参与国分工制造不同部件, 然后运到法国拼装。 这也是一场国际合作的远征。 目前, ITR的主体设备正在安装中, 乐观估计2025年前后可以进行首次等离子体放电试验。 如果顺利的话, 在2035年左右会进行刀川燃料的聚变实验, 全面展示聚变能的可行性。 ITR之后, 国际上已经在谋划下一步。 第一, 建设DEMO示范聚变电站, 把从ITR学到的技术用于真正发电。 如果ITR成功, 我们离商用聚变能就更进了一大步。 ITR虽然汇聚了全球智慧, 但可不是唯一的灶太阳项目。 在全球范围内, 各国科研机构和企业也在快马加鞭, 尝试不同路径, 争取早点把核聚变能变成现实。 美国NIF激光聚变实验, 在此约束之外, 美国的国家点火装置NIF 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y, 代表了惯性约束聚变的最高水平。 NIF位于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拥有世界上能量最高的激光系统之一, 192数高能激光, 可以在瞬间同时轰击米粒大小的燃料把玩。 NIF的使命就是要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点火, 也就是让聚变反应烧起来, 自行维持下去。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NIF团队在2022年12月创造了历史, 他们用约2兆胶尔的激光能量打入燃料, 结果产生了约3.15兆胶尔的核聚变能量输出。 这意味着聚变反应本身放出的能量, 首次超过了输入燃料的能量, 实现了科学上的净能量增益。 这个消息一出, 举世轰动被誉为核聚变研究的里程碑。 不过, 需要给这个成果泼一点冷水, NIF报的增益是相比达到燃料的激光能量, 而实际上, 为产生这2兆胶尔激光, 整套激光系统消耗的电能远高于此。 所以严格算总能量账, NIF装置还是赔本买卖, 离真正发电还差得远。 但不管怎么说, 这次实验让人类看到惯性约束聚变确实可行, 聚变燃烧可以被点燃并释放出可观能量, 这极大的增强了人们对核聚变能的信心。 中国的东方超环与人造太阳, 中国在核聚变领域也是尽头十足, 而且成绩斐然。 坐落于安徽合肥的EAST装置, 即全超岛托卡马克东方超环, 被媒体昵称为中国人造太阳。 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投入运行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自2006年首次放电以来, 不断刷新记录。 刚刚提到的1056秒高温等离子体维持, 就是EAST在2021年创造的。 这项记录意味着等离子体在将近18分钟内, 都处于高温受控状态, 展示了中国在辞约束长脉冲运行方面的全球领先实力。 除了EAST, 中国在成都的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还有HL2A、HL2米等托卡马克装置。 其中新一代的HL2米, 在2022年实现了等离子体电流超过100万安培的突破, 为更高温、更高密度的等离子体实验奠定了基础。 中国科研团队不仅在国内建装置搞实验, 还深度参与ITR的建设, 负责制造ITR的重要部件并贡献工程经验。 更令人振奋的是, 中国已经启动了自己的聚变工程实验堆计划, 简称CFETR。 这个装置被视为ITR之后的下一步, 目标是在2030年代建成, 探索聚变发电的工程实现, 为未来建设聚变电站做准备。 可以说,中国正全面布局, 从基础研究到工程示范都在积极推进, 力争在未来的聚变能时代抢占先机。 欧洲的JET与仿星器, 欧洲在核聚变研究方面抵运深厚, 既有传统的托卡马克装置, 也在探索其他新路径。 英国的JET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托卡马克之一, 他在1997年创造过 持续2秒输出16兆瓦聚变功率的记录。 更令人瞩目的是, 经过升级后, JET在2022年初成功进行了5秒钟的聚变放电实验, 累计释放了59兆胶耳的能量, 打破了自己保持25年的世界记录。 虽然5秒59MJ听起来还不算发电厂规模, 但足以证明托卡马克装置可以稳定地产生聚变反应, 而且参数在不断逼近实用目标。 另一方面, 欧洲在尝试一种不同于托卡马克的磁约束装置, 叫做仿星器。 仿星器的特点是磁场形状非常复杂, 像一根扭曲的木屋丝环把等离子体捆在里面。 这种设计不需要像托卡马克那样, 用电流驱动等离子体, 对等离子体的稳定控制有潜在优势。 德国的文德尔·施泰因7X仿星器自2015年投入运行以来, 成功产生并约束了高温等离子体, 为这一路线带来了希望。 如果未来仿星器技术不断完善, 或许有机会成为词约束巨变的另一种可行方案。 除了上述国家队选手, 近年核巨变领域还有一批生力军来自私营企业和初创公司。 统计显示, 全球有几十家公司获得了数十亿美元投资, 来冲刺巨变能商业化。 他们中有的采用新型超导磁体, 试图造出更小巧但磁场更强的托卡马克。 有的尝试新的巨变架构, 比如英国公司开发球形托卡马克, 加拿大公司研究磁化把巨变等, 用机械手段压缩等离子体。 还有的脑洞清奇, 探索静电厂约束或等离子体粒子数巨变。 资本之所以青睐这些公司, 部分原因是材料和技术的进步降低了门槛。 例如高温超导体的出现, 可以让磁体在更高温下工作, 减少了建造大型超冷装置的成本。 有投资人打趣道, 核聚变发电我从前只敢在PPT里提一提,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机会投真项目了。 可见随着技术突破积累, 商业化的步伐也在加快。 聊了这么多, 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 核聚变离我们日常用电还有多远。 乐观来看, 按照目前各大项目的路线图, 大约21世纪中叶, 我们有望看到核聚变发电的雏形。 具体来说, 如果艾特尔试验成功, 各国计划在它基础上建设DEMO示范电站, 大概在2050年前后, 第一座聚变发电示范场就可能并网发电了, 这将是历史性的一刻。 不过, 示范电站的出现并不代表核聚变马上大规模普及。 就像世界上第一座核裂变反应堆问世后, 核电真正商用还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期一样, 核聚变从示范到商业化, 可能也需要时间打磨。 乐观地估计, 21世纪下半叶, 核聚变发电或许会逐渐走入我们的生活, 成为常规能源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今天的小学生也许有望在有神家里用上聚变电。 当然, 在等待核聚变的这些年里,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眼前减碳的重任还得靠太阳能、 风能、 水电这些已经成熟的清洁能源来担当主力。 不过, 我们可以充满期待地展望未来。 也许在某个不远的日子, 当你家里亮起一盏灯, 你可以自豪地说, 这电是我们自己造的小太阳提供的。 届时, 核聚变这款终极能源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照尽现实的光明, 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一天的到来。